邓维一个财貌双全的青年才俊 他五官精致 眼神迷人 一开口便令人心醉 更难得的是 他内在的灵气远比外在更加折服人心 然而 这般偏偏公子一样的青年 为何在最初的出道之路上 便如此顺风顺水 甚至有强力背景全面造势 三人帮买骨替他造势 楚楚忙碌的邓维火速窜红 众所周知 娱乐圈艰辛异常 每年都有无数怀揣梦想的少男少女 将青春热血投入其中 可真正能红得寥寥无几 想要在这片沃土里生根发芽 机缘和实力固然重要 但运气一起关键作用 邓维便是这个圈里的大幸运儿 2021年 邓维刚一出道 便收到圈内某三人帮的青睐 这三人地位显赫 背景深厚 在圈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默契十足地选择买入邓维这个新兴股 具体方式则是高价收购其巨照 甚至包括尚未公开的巨透巨照 可以想见 这些照片在当时必定具有极高的保值增值潜力 邓维入行之初 知名度几乎为零 人气不高 粉丝寥寥 所以圈内那三人的埋骨举动 一度令业内惊讶 他们是凭什么看准了这个新人的潜力 而他们又将获得怎样的回报 这些疑问至今没有答案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三位大佬的操作下 邓维迅速聚集了一批忠实粉丝 这批粉丝开始如蚂蚁般扩散开来 渐渐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等到2021年末 邓维出演的热播剧《长相思》播出时 他已然名声在外 一名惊人 三人的埋骨操作 为邓维早期奠定了坚实的人气基础 那么 到底是什么吸引这三人如此看重邓维 答案只可能在邓维出众的实力与潜力 我们不妨来看看 这个风华绝代的青年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善良 代代相传的至宝 说起邓维 第一印象便是阳光 无论从他的笑容还是演技中 都散发出的正能量与积极向上 这正体现了他内心的本真善良 邓维性格温和谦让 待人真诚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和距离感 这一点 最有发言权的便是曾两次与其合作的编舞老师 他由衷赞叹邓维不仅演技超群 维员也十分谦和亲切 与他的人气与身价丝毫不符 在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里 这样政治脱俗的少见 那么 这善良人格从何而来 这要从邓维的成长环境说起 据悉 邓维家世清白 父母勤俭持家 很爱孩子 小时候的他受父母熏陶 养成了诚实守信和勤劳朴实的美德 长大后入行从义 即使战上巅峰依然谦信谨慎 从未因灵力而骄影自大 在2022年遭遇全王抹黑风波时 他没有与流言作对 只默默承受非议 以善意化解恶意 由此可见 他骨子里的善良不是外在的表香和修饰 而是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本性 正因为有了这善根扎机 邓维才能在风浪中屹立不倒 宛如闪闪生辉的白莲 黯然失色 2023全网黑暴风炎 人生毕竟有起有落 多少人情世故的坎坷 也非我们所能逃避 2023年 本该是邓维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他凭借在长相寺中出色表现正式成名 知名度与日剧增 活跃在各类综艺与广告中 片约不断 前程似锦 然而 好景不长 当他最风光 最引人眼球之时 一场谣言风暴席卷而来 让邓维彻底跌入人生低谷 事情起因很简单 在长相思热播之时 有人发难质问 为何邓维的片酬要高达千万以上 明明只是个新人 有新人立刻推波助澜 揣测邓维一定是有强势背景撑腰 否则不可能明明双收 于是 那三人买骨的流言 便如病毒般在网上疯传开来 一时间 靠背景尚未成了针对邓维最猛烈的言论 纷纷形色匆匆的路人们 并不会深究真相 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渐渐地 邓维和靠山的印象 在大众心中牢牢定行下来 然而 并没有人真正在意 邓维本人如何看待这场风波 一个刚出道的演员 在如日中间的时刻遭遇质疑与嘲讽 那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不得而知 邓维本人并未就事件发表任何声明 只是沉默一对 等到风头略略平息之时 那位与其合作过两次的编导老师 却出面为这位好人辩护 他毫不讳赞赏邓维的实力和品质 并预言他一定会重新转列向好 然而 即使有新人生源 也无法阻止风暴过境 当2022年终结之时 邓维原本是如霍竹的事业轨迹 已被风吹得面目全非 这对他来说 无疑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我们坚信 真正的善良与政治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只是邓维成长路途中的一段低谷而已 他定会重整旗鼓 重登征容 超越演技 五官精致如玉 邓维的成名 绝非仅是演技 还有他的相貌高大挺拔 五官分明 眼神明亮有神 一笑起来顿十万种风情 自有一番桀骜不逊的漫不惊心 无论淡妆素颜还是盛妆出席 他都散发着毫不做作的迷人风采 眼睛 是面孔最为动人的部分 邓维的眼如明镜 能照见人心坎坷 他的眉宛如新月 温润中透着倜躺 正符合古人所云新月式的清朗眉 再看他的鼻 高挺笔直 不露锋芒却十分有男人味 嘴角微勾 游露出自信中透着慵懒的微笑 令人一不开眼 这般五官的配合 犹如上天的杰作 天生励志无需雕琢 所以 当邓维在长相思剧照中曝光的那一刻 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那是邓维最真实的样子 没有半点修饰 却超乎想象的惊为天人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容颜啊 网友们不禁这样赞叹 尽管邓维指着简单粗布衣服 却掩盖不住他如雕像般的完美身段与脸庞 这已超越了外在的服饰打扮 而是源自内在超凡的灵气外放 可以说 邓维的相貌为他日后走红奠定了坚实基石 那是天生丽质 后天难求 不须描述 第一眼便令人难忘 有人助阵 2021买谷提名震天时 对娱乐圈的新人来说 最难熬的时期莫过于出道之初 你需要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证明自己的实力 你需要在资源匮乏时 抓住每一个曝光机会 你需要在无数竞争对手中 保持耐心和信心 这一切对于出出道的邓维而言也不例外 那么 这个幸运儿是如何在逆境中杀出重围 最终成功出圈的呢 我们不得不提到202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 当时邓维准备出演自己的成名作《长相思》 这部剧的热度与预期完美匹配 然而更让业内骚动的是 一组邓维的剧透剧照被某高价交易 这预示着该剧的投资价值 和邓维的未来发展前景 的确 在交易时刻 邓维国民度并不高 作品不多 能打动资本家眼球的只可能是他身上的某些前置 这一举动无异于巨额买进了这颗星星 为了保值增值 这些照片并未公开发行 而是由相关人递下密而不宣的流通 可以想见 这必定推高了邓维和该剧的期待感 也为日后他的爆火埋下了伏笔 果然 长相似一经播出便反响空前 片源不断被转载观看 邓维的知名度急速上升 甚至被各地广告商争相邀约 在这股热潮中 先前买进的那批股东也必定大有斩获 那么 他们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看好邓维 至今这还是一个未解知名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没有这批人的扶持和布局 就没有后来邓维人气飙升的奇迹 在新人最艰难的起步阶段 来自资本和信心的助阵 无疑起了砥柱之作用 也许这就是圈内一位大佬的魄力吧 扬名立万 人气势如烈火燎原 实力演员 这个词用来形容邓维在贴切不过了 他的成功来得并不轻易 绝非是空穴来风 作为新生带小花 邓维凭借过硬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成就了今天的成就 我们不妨来听听与他合作过的剧组人员 怎么评价这位实至名归的当红小生 我们面前坐着的是资深编导师傅杨莲花 他曾与邓维有过两次合作 第一次是2021年的万水千山总事情 邓维在其中饰演男二号杰克 第二次则是在长相思中与他再度相逢 据杨师傅回忆 两次合作下来 他对邓维这位小生可谓信赖被制 赞不绝口 我第一次看见他就被他的相貌震慑住了 五官之精致简直完美无瑕 让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个小伙子必定会很红很红 不想 杨师傅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 一年之后 邓维如他所言 凭借长相思一炮而红 成功继身一线小生之烈 两个作品我都有跟他共演过很多对手戏 所以对他的演技和专业素养 可以说是有发言权的 杨师傅说 很多新人初出道时演技声色 需要老师傅不断教导 但邓维不一样 他总是把自己最真诚的情绪融入角色 很快就能投入状况带动氛围 给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演员感 我自己也会被他的情绪感染 导致好几场哭戏都是真情实感的 可以看出 杨师傅对邓维情有独钟 最后 他表示无论人气如何波动 他都认定邓维是一个演技过硬 专业敬业的实力演员 前景无可限量 我坚信 靠山不靠山其实不重要 但有没有实力才是生死攸关 邓维的火 绝不是空穴来风 喵 我们下期再见